BELL 野外風格廚房 我是BELL 歡迎來到第一集的貝爾野外風格廚房 今天要來教大家煮的是 超懶惰露營咖哩料理包 那什麼是超懶惰的呢 也就是說我們會先把整個料理包 在家裡先準備好 然後放到冷凍庫做一個冷凍做分裝 那我們要露營的時候就可以直接抽兩袋 那就可以直接帶走 那到營地的話呢 也就是可以直接加熱使用 非常的方便 好那跟大家介紹的同時 我現在已經聞到我面前的這些咖哩粉啊 香料還有那個蔬菜的味道 真好香喔 那我們就開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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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加入咖哩醬以及各式的咖哩粉以後 那這邊的話我們會需要再讓它在小火燉煮個10-15分鐘 那這個時候其實人要在旁邊煮 其實這樣一鍋咖哩我平常也會吃 那像平常下班的時候我會直接冷凍庫拿一包咖哩醬出來退冰 那退完以後我可以直接沾著這個麵 變成咖哩湯麵或者是別人的咖哩乾拌麵來吃 那其實也非常方便 如果大家覺得這一集的貝爾戶外風格廚房有幫助到大家的話 那麻煩對貝爾風格露營的頻道按讚訂閱分享點擊小鈴鐺喔 我是貝爾 我們下次錄影地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個更新影片 掰掰 我們下個更新影片